我在环球影城做跟拍 时薪500 小红书上有一篇热门吐槽铁 发帖的博主是个女生 某一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和男朋友一起去了上海迪士尼 拍了一天照片回家一看 没有一张可以用的 最后 这趟梦幻的迪士尼之旅 已被不会拍照的男朋友气哭收场 此前 深人探访北京环球影城发现 扛着硕大的单反相机 为男女老少游客拍照的跟拍摄影师数不胜数 还有的摄影师脖子上挂着相机 手里托着小型行李箱 装着顾客用来更换的服装 不仅是个人摄影师 旅拍品牌和写真管也纷纷进场 抢夺环球影城这块大蛋糕的同时 他们也期待着这里能成为他们摄影生意的跳板 宝妈摇摇国庆期间 约了环球影城的跟拍摄影师给自家小孩拍照 提前跟商家确定好拍几个小时 预定好时间段 支付定金 然后商家会随机分配一位摄影师和顾客直接联系 敲定界面地点 有人靠高颜值照片制霸社交平台 也有人被一锤子买卖的跟拍坑惨了 环球影城内的跟拍业务 大多是由个人或小团队运营 没有定价标准 更别说行业规范 极光旅拍运营总监李女士告诉山然 他们专门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团队 团队包括客服 摄影师 修图师等 主攻环球影城跟拍和北京市内的其他旅拍业务 园区内的一位独立摄影师告诉山然 自己皆单单量太少 所以他也经常会和园区内做跟拍的旅拍品牌合作 就相当于中介 他们接到单就派给我们 我会做饭的重运 感谢观看